但是卡扎菲上台后立刻颁布法令禁止酿酒和出售一切烈性饮料 除了要求自己的军队严明纪律不得随意骚扰民众外 卡扎菲本人也没有酗酒的嗜好 而且勤政敬业一心铺在国家事务上 那时少年得知的卡扎菲心智和理想都相对单一纯洁 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把利比亚建设好 让自己的国家出人头地 利比亚的坊间还流传着很多有关卡扎菲微服私访 亲自检查政府官员工作的故事 其中有那么一则 说的是1971年他突然造访一些政府机关 结果发现很多机关职员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摆龙门阵 你说这国家领导口才那么好福利又那么好 老百姓不也得练练嘴巴抽空想想福气吗 可惜这引起了卡扎菲的极大不满 第二天做了一件很绝的事 那就是派军用卡车开进政府办公大楼 拉走了办公室里的大部分家具 卡扎菲有理有据的说 这是为了让工作人员把精力都能集中到工作上 这还有一次他乔装成平民到医院看病 跟主治医生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 你说这医院也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了 着急下班的医生递给他两片阿斯匹林 说你带回去保准管用 我得下班了 你说这不是找死吗 不知道眼前站着的是谁 这大发雷霆的卡扎菲立即下令 将这个草菲人命的医生驱逐出境 永远不得回国 卡扎菲明确表示支持男女平权 这在教义严明的阿拉伯国家 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但是卡扎菲对此毫不理睬 坚决提出了男女平等平权的主张 所以在利比亚的街头 随处可见穿着现代牛仔裤 和开放时装招摇走过的女性 我们可能看过卡扎菲穿着军装 或者是华丽的长袍 在各种场合的镜头 但是可能没有见过 下面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 卡扎菲穿着那么休闲的服装 这是他在1977年12月1号 出席阿拉伯国家峰会休息期间 被记者们拍到的 那个时候的卡扎菲 来看休闲西装 喇叭裤 还有休闲的皮鞋 很有一副嬉皮式的作风 和摇滚派的那种风格 还有这几张 早些时候 卡扎菲和家人在一起 拍摄的照片 身着便装和红色运动服的卡扎菲 要多和蔼 就有多和蔼 要多洒脱 应该说就有多洒脱 俗话说 这家和万事兴 在他和家人共处的时刻当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卡扎菲 慈爱 好 好